完了 路上堵车要迟到了 谁说不是呢 最近天天堵车 你吓我一跳 你啥时候来的 刚到 不过我看了行程 老板现在下午还在公司 哎呀 那我就放心了 你俩怎么迟到了 按照规定今天给大头一声啊 打工人何苦为难打工人 我们平常都是满勤的 只是今天堵车了 心情好吧 行不行 今天早上老板不在 就放你们一马 下午为例啊 来 这么多麦当劳 你发奖金了 最近不是大家都在赶项目进度吗 我中午吃饭的时候 正好路过了麦当劳 想了请大家吃下午茶 舒缓一下压力 现在一杯咖啡都聊三十 七夕 你出事真大方 哎 他人呢 刚去卫生间了 先给他留着吧 哇 居然还有草莓心地 我再拿一个 别说这随心配种类确实的风俗 但是老板是不是 不要在办公室吃东西啊 别怕 反正他每天快下班才来 我们每天下班都这么累了 不得随心点嘛 再说也不是啥大事 就吃点东西 就是就是 这叫与其吃虎耐劳 不如吃麦当劳 终于下班了 开会 昨天受到公司做大货强之后呢 赛事的各位都有一份 所以说呢 我们才需要更努力的文章 你们都听懂 好吧 你们一个个都这么不努力 怎么让公司做大做强呢 老板 我们知道错了 为了公司的利益着想 我们现在就回家反省 明天一定继续努力 你们呢 能有这种想法 我还是很欣慰的 但是呢 回家反省这个东西 不必要了 人呢 算了算了 他们呢 也依识到自己的利益 又是成功培训的一天